真的太嚣张了 7日清晨 中共解放军再度骚扰台湾西南空域 距离6日根本不到24小时又来了 空军立即强势驱离 没想到共军居然首度回话 什么叫正常行动 连续20天13度的反潜激清台 日夜不断干扰 禁逼台海空域的姿态相当不寻常 国军百般隐忍 如今也要出手 真的要开打了吗 一张张空域的操演报告单 显示国防部10月可能针对 共机扰台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进行首度的实战操练 对共军要加倍奉还 不在于实战与否 而在于就是说 我方这次是不是有去防空识别区 进行演续 而宣示那个区域 是我方的一个行动范围 以及我方的这个 算是军方的演训范围区 这是一个本身来讲 比较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他这次还是在于 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宣示权 国军捍卫领空109年 光是空中战巡 超过4132架次 算一算今年以来 共军派出217架次干扰西南空域 害得国军耗资255亿 如今西南空域的实战操练 更常有秘密武器备战 反制解放军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一时异地发射导弹 因为万箭弹本身它是一个 就是类似像群翼飞弹 射程大约200公里左右 可以由FCK-1 现在的这个中线 然后对对方可能是飞弹的这个储存地 或可能的这个飞弹发射位置 或者是对方的机场跑道 进行一个破坏攻击 尽管无法研发长城的飞弹 直接击毁北斗卫星 不过国军阵情分析 透过卫星导航干扰系统 利用GPS干扰车 也能让解放军第一级无法命中目标 比如它飞弹或巡迹飞弹飞过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干扰它的定位系统 它就可能没有办法精准的命中 原先它预计要攻击的目标 所以这样一个干扰 其实对我方来说 虽然感觉是一个被动的 但是是提升我方的重要设施 以及这个持续战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依靠力量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国防部7日决定成立防卫动员署 后备招训从12万人增到26万人 宣传影片中字字句句回呛共军 不让敌人在自己的天空耀武扬威 这就是我的回答 东森财经新闻张慧卿黄福祥的采访报道